诗篇第六十六篇 你的名 希拉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谓的 他将海变成干地 众民步行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 知道永远 他的眼睛见察列邦 悖逆的人不可至高 希拉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身影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熬炼我们 如熬炼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络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繁祭进你的殿 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急难时 我嘴唇所发的 口中所许的 我要把肥牛做繁祭 将公羊的香细献给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喜拉 凡敬畏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但神实在听见了 他彻额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 离开我 诗篇第六十七篇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喜拉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万国 喜拉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事迹都要敬畏他 诗篇第六十八篇 愿神兴起 使他的仇敌 是善 叫那恨他的人 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 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 见神之面 而消灭 如辣被火融化 唯有一人必然欢喜 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 歌颂他的名 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 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生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 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希拉 那时地见神的面 而震动 天也落雨 西奈山 见以色列神的面 也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使他坚固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 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主发命令 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 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 分寿所夺的 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翅膀 镀白银 灵毛镀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内 赶散猎亡的时候 似如飘雪在撒门 八三山是神的山 八三山是多风多灵的山 你们多风多灵的山啊 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 耶和华必住这山 直到永远 神的车年 累万迎千 主在其中 好像在西奈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 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猪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希腊 神是为我们施行猪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 主说 我要使众民从八三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仇敌 你的脚踹在雪中 使你狗的舌头 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 作乐的随在后 都在几股的童女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 在那里有同管他们的小遍雅民 有犹大的首领 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布伦的首领 有拿夫他利的首领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赤鹤鲁尾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并猎帮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上好征战的猎帮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至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 你从圣说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 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第六十九篇 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种水要淹没我 我陷在深淤泥中 没有利角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 大水漫过我身 我因呼求困乏 喉咙发干 我因等候神 眼睛失明 无故恨我的 比我头发还多 无礼于我为仇 要把我剪除的 胜为强盛 我没有抢夺的 要叫我偿还 神啊 我的愚昧 你原知道 我的罪欠 不能隐瞒 万君的主耶和华 求你叫那等候你的 不要因我蒙羞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叫那寻求你的 不要因我受辱 因我为你的缘故 受了辱骂 满面羞愧 我的弟兄 看我为外路人 我的同胞 看我为外邦人 因我为你的殿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哭泣 以尽时刻苦我心 这倒算为我的羞辱 我拿麻布当衣裳 就成了他们的笑谈 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 九徒也以我为歌曲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 向你耶和华祈祷 神啊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 凭你拯救的诚实 应允我 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 不叫我陷在其中 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使我出离深水 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 不容深渊吞灭我 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 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 回转眷顾我 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 我是在极难之中 求你速速地应允我 求你亲近我 救赎我 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 你知道我受的辱骂 欺凌 羞辱 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破了我的心 我又满了忧愁 我指望有人体血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 却找不着一个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愿他们的宴席 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 在他们平安的时候 变为基建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使他们的腰 常常颤抖 求你将你的老恨 倒在他们身上 叫你的烈鹿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 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篷 无人居住 因为你所击打的 他们就逼迫 你所击伤的 他们细说他的愁苦 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 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 但我是困苦忧伤的 神啊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这便叫耶和华喜悦 甚是献牛 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谦卑的人看见了 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 不藐视被囚的人 愿天和地 洋海 和其中一切的动物 都赞美他 因为神要拯救西安 建造犹大的诚意 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 得以畏业 他仆人的后裔 要承受畏业 爱他名的人 也要住在其中 诗篇第七十篇 神啊 求你快快搭救我 耶和华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所我命的 爆愧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因羞愧退后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神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神啊 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担言 真言第十四章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 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 愚妄人口中骄傲如仗则打己身 智慧人的嘴 必保守自己 家里无牛 槽头干净 土产家多 乃凭牛力 诚实见证人 不说谎话 假见证人 吐出谎言 谢曼人寻智慧 却寻不着 聪明人 亦得知识 到愚妄人面前 不见他嘴中有知识 通达人的智慧 在乎明白几道 愚妄人的愚妄 乃是诡诈 愚妄人犯罪 以为戏耍 正直人 互相喜悦 心中的苦楚 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 外人无干 奸恶人的房屋 必倾倒 正直人的帐篷 必行胜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人在喜笑中 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 救生愁苦 心中被盗的 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 必从自己的行为 得以知足 愚妄人 世话都信 通达人 步步谨慎 智慧人 惧怕 就远离恶事 愚妄人 却狂傲自恃 轻易发怒地 行事愚妄 设立轨迹地 被人恨恶 愚妄人 得愚昧为产业 通达人 得知识 为冠冕 坏人 俯伏在 善人面前 恶人 俯伏在 义人 门口 贫穷人 连邻舍 也恨他 富族人 朋友最多 藐视 邻舍的 这人有罪 怜悯贫穷的 这人有福 某恶的 岂非走入 迷途吗 某善的 必得慈爱 和诚实 诸般勤劳 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 乃至穷乏 智慧人的财 为自己的冠冕 欲望人的愚昧 终是愚昧 做真见证的 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 施行诡诈 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 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 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 离开死亡的 网路 帝王荣耀 在乎民多 君王衰败 在乎民少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 大显欲望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极度是 谷中的朽烂 欺压贫寒的 是乳墨造他的主 怜悯穷乏的 乃是尊敬主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 必被推倒 一人临死 有所投靠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 显而易见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智慧的臣子 蒙王恩惠 遗休的仆人 遭起震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